這幅牆我相信是陷阱 反對派經常說 我們沒有大台、沒有領袖 但全港18區69幅連儂牆的建立 都是一夜之間一色一樣遍地開花 沒有領袖、沒有司令堡、沒有心戰失 講的人是在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信的人就更加沒有智慧 先講這幅叫連儂牆的東西 連儂牆起源於捷克 是布拉格修道院大廣場的一面牆 1988年,群眾因為不滿當時的政團 於是在牆上寫上反抗的標語 畫上著名樂隊Beatles靈魂人物 約翰連儂的肖像和歌詞 傳達反戰和追求和平的信息 講到這裡,大家不禁問 蛤?和平? 連儂牆是宣揚和平的? 但在香港出現的這些牆 卻叫世界不再和平 摺稿前上維基百科查一下 連儂牆已經在港九新界建立了69幅 維基很配合地把這69個地點表列出來 還第一時間為它更新 如果好像布拉格一樣 連儂牆只會出現在修道院旁邊的一幅牆 你怎樣畫、怎樣寫、釋除專辯 因為沒有影響其他人、沒有影響使用 又可以被市民發洩屈滿 但當連儂牆成為了疫症 小小的香港竟然出現了69幅 那就不再是意見的表達 這樣是挑釁、這樣是做秀 這幾日,連儂牆發揮作用了 它引來一班不耐煩的市民 出手清拆、爆發衝突 爭執一場接一場 陷阱就在這裏 七日暴徒闖入立法會打爛所有東西 反逃犯條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形象 一鋪清袋 民意亦一夜之間逆轉 於是,反對派的深戰室立即補獲 撕掉暴徒之名最好的反擊 就去將暴徒的標籤貼回你的身上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個不再戴口罩的年輕人 真是手無寸鐵地保護連儂牆 亦看到一個個火爆的街坊 粗口橫飛,甚至拳內剁網 撕掉連儂牆 有一幕,甚至是一個肥仔 左勾拳、右直拳地把年輕人打到跌低 但那個明明是 抬拳到剋帶的年輕人 卻是打不還手 反而掙扎爬起來 繼續守護連儂牆 這些片段 經過攝影師的鏡頭、導演的展輯 加些背額 就成為了暴徒毀壞連儂牆 年輕人冒死守護的悲狀畫面 光環又重回到他們的頭上 其實,對付滿城眼淵的連儂牆 不必用武力,亦都不必動操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就可以了 連儂牆的玩法 是新的心聲可以蓋起舊的留言上面 所以,布拉格的連儂牆是不斷有新面貌 既然牆已經遍地開花 既然牆是反映市民的心聲 我們就將社會上另一種聲音貼上去 警察加油 嚴懲暴徒 撤查幕後黑手 追查黑金的來源 還我靈靜社區 記得,用AA超人膠刺實些